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非常讶异的结果 就是空间中UV两个向量长出来平行四边形面积 它的计算方式竟然可以利用YG的长度来算 这两个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么巧合呢 其实它有一个很简单的观点来解释它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U跟VYG出来这个W YG是什么意思呢 YG我们可以把它想成 我们先可以看这个YG长度 对于这个V我们先把它做分解 分解成一个跟U垂直 一个跟U平行的 就是VA跟VV VV跟U平行 YG当然是0 VA跟垂直 YG之后就是长度乘长度 可是VA的长度是什么呢 VA长度就是它们 就是V乘以这个它们的夹角系统 所以变成是U乘乘V乘乘赛系统 所以外积的长度就会是U乘乘V乘乘赛系统 这是因为外积我们本来就是去看 看两个相互垂直 两个相互垂直上面的作用 垂直的概念就对应到赛系统 可是我们去看面积的时候呢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也是 底层高 所谓的高也是V赛系统 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 就是外积的长度 等于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就变成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接着对面积公式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再看我们下一集的分解